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定是摆满书桌和电脑 气氛紧张的严肃空间 为了增加工作的乐趣 英国有家公司 把办公室变成马戏团 这样工作效率会变好吗 去看看就知道了 小主播巧巧 拜访了苗栗的男装国小 为什么要穿着原住民传统服饰 今天巧巧要挑战什么任务呢 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 巧巧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其实已经完成一半了 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播 哇 恭喜你巧巧 要继续加油 不过据我所知 有一位特别嘉宾 他跟你一样 也想登上主播台 特别嘉宾是有多特别 他是一位听障者 虽然有先天性的障碍 不过他努力突破阻碍 要来挑战我们的一日小主播 真的吗 那他要挑战成功吗 究竟有没有挑战成功呢 让我们看以下这则报道就知道了 思雨 你知道当一位专业的小主播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吗 当然知道了 当一个专业的小主播 第一 要口齿心息 第二 要有后期心 第三 当然需要有台风啦 不是那个台风啦 冰靠 思雨你全部都答对了 到了这么多年的小主播 可不是当假的 不过换卫 你怎么突然想问这个问题啊 答案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 大家好 我是陈冠宇 今天我来挑战一日小主播 究竟冠宇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冠宇我们走吧 这是我的妈呀 陈冠宇就读新北市的 从阳国小三年级 在学校有参加校内的直立团及书法团 常代表学校参加书法比赛 获奖无数 不过 大家有发现吗 在他的左右耳分别装有电子耳机助听器 但身体的障碍并没有为他的人生带来阻碍 除了校内活动 在闲暇时间也常常跟着家人同学出游 而今天他更要挑战自我 登上主播台来报新闻 不过 想要登上主播台可没那么简单哦 快跟紧他们的脚步 一起来看看冠宇 是否能突破万难 完成目标呢 妈妈 有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录影了吗 先别急 在录影之前啊 我要先给你一个小小任务 啊 会不会很难 不会啦 就是这个 配玩一则OS稿 好 要当小主播还要配All Star哦 那当然啊 当小主播可没有那么简单哦 走吧 我带你去录影间 好 除了荧光幕前的播报及外景采访 在幕后 小主播们还要依照新闻拍摄画面 配旁白稿 好 冠宇 我们准备来录了哦 啊 为什么要录 因为这样子在 就是在报新闻的时候啊 会有影像 然后又有声音 对不对 这样别人才知道你要说什么啊 2 1 一开始没人把握 他能撑过高风险的手术 这位男性病患 名叫约赛副司机 虽然配旁白可以看稿念 不过还是有很多美稿要注意的哦 我今天在一个游乐园 然后你的声音不可以是这样 我今天在游乐园 这样就感觉很悲伤 你就要感觉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这样人家才会觉得 你是真的很开心 而且真的有融入在这个情境里面 那如果是很悲伤的 那个情境是很悲伤的情境 那就用悲伤的语气说啊 对 没错 就是要调整你的语气 去让人家也可以感受到 让观众 听众朋友们 就是可以跟着你的声音和那些画面 整个这样融入在你的节目里面 勇慧跟世宇真不愧是老手 解释得很棒呢 不过比起配旁白 冠宇对出外景更是兴趣满满哦 那你们有听过哪里台帮比较好玩 我有去过采访 我上次去三峡的一个国校 然后它是采访一个 阿弥陀佛光华基金会 对 非洲的小孩 石瓦季然的小孩 我有看过 对 就是那一集 看电视的 对 很多非洲小孩 你看 还有翻眼 对 对不对 还有那个很高的 那个高空探索 你也有很高 很恐怖 我觉得很恐怖 原来冠宇是小主播的忠实观众啊 除了勇慧 他也很好奇 适于去过哪些地方采访哦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都非常的好玩 只要是出外景都很好玩 不过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全世界冠军的一个扯铃队 我去采访他们 然后呢 居然失败了扯铃 而且还变成我的兴趣 不过 出外采访可不是出去玩哦 他们都是秉持着 暴增导增的使命出任务的 世宇 我跟关羽已经配好OS了哦 是 我已经配完OS了 现在可以录影了吗 还没 还没 没有备稿 要怎么录影呢 什么 我以为你们录影都有大字报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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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一个专业的小主播 除了口齿要清晰 记忆力也是要够好的 哇 当小主播好辛苦哦 没有办法 这就是人红的代价 乖 我们来备稿吧 没有错 当小主播真的不简单 但别以为把稿子备好就可以哦 在播报时要根据内容 做出不一样的反应 声音要有异扬顿挫 所以录影前的顺稿是很重要的 既然三家属能接受吗 关羽 我看你背得差不多了 你赶快把今天衣服换上 我们就可以进棚了哦 换上主播服 整理发型 准备进棚了哦 来 我们先看小爱姐姐怎么吃饭啊 好 先进行 大爱电视台与台湾环境资讯协会 联合与联合举办的减速行动 为了要有完美的播报 在正式录影前 适与冠语还是不断的练习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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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 开始 不是 第二段 开始 三滴 第二段开始 三滴练义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越来越广 诶 像是假牙 黑咖啡豆油哦 没想到冠语有两把刷子 表现得很不错耶 这些医生很奇怪 病人得癌症 却要割掉健康的器官 为什么呢 这种原味的医疗观念 不过有些地方改进一下会更好哦 那个冠语 就是你刚才在说 那个 这种前卫的观念 就是前卫的医疗观念的时候 你有砍到一个根本 这种前卫的医疗观念 病人跟家属能接受吗 然后还有 这种前卫的医疗观念 对 病人跟家属能接受吗 对 这句要念顺应对 他可以 然后还有 你刚刚说的 但是医生很奇怪 但是有些医生很奇怪 你的奇怪 那个奇 奇 你会把奇念成奇 就会听起来像习惯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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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 冠语跟市余练习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正式上场 三 二 相地练义技术的发展 真的快的让人难以想象 没错 专家说在未来 还有可能练义出 活体器官 改善病患等待移植的困境 那我们一起帮专家加油 让医疗技术更进步 没错 专家说未来 来宾掌声鼓励鼓励 冠语一字不漏讲完 不但口齿清晰 就连架势也是pro级的 丝毫不确逞 冠语 你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来体验这个一日小主播呢 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远辉姐姐还是余哥哥的影片 所以我想要来看看你们是到底是怎么录影的 那冠语你觉得啊 你今天来体验这个一日小主播 你有没有什么感想或是心得 我觉得当一日小主播很辛苦 因为同样的台词要录很多次 除过我觉得能够穿上这个衣服 我觉得很帅 我希望以后能够再来体验小主播 因为我很想要上电视 今天挑战一日小主播 成功 小不点大记者 歌唱雪秀比赛在全球刮起了一阵旋风 不过在印尼流行的却是鸟儿歌唱比赛 但因为传统的养鸟文化 再加上鸟儿歌唱比赛正当红 造成了印尼的野生鸟类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一起来看看以下这则报道 咦 这群人时而鼓掌 时而吼叫 看起来情绪激动 气氛紧张 棚子下高挂着数十个鸟笼 每一个都标上了编号 它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在印尼 鸟类不只是宠物 因为鸟类歌唱比赛的流行 鸟儿还得上场比赛 看看谁的歌声最响亮 最好听 表演的最精彩 获胜的鸟儿 能够帮四主赢得丰厚的奖金 但近年兴起的鸟类歌唱比赛 已经从地方活动也变成全国狂热 更引发了鸟类的生态浩劫 东南亚三个最大的鸟类市场 都在印尼 三个市场里 代价而故的鸟类片集两百多种 超过了一万九千只 大多是非法捕猎而来 在印尼曾经破获 有走私贩子将大量捕获来的鸟类 塞进宝特瓶里面 企图逃避查契 其实印尼早已制定相关法规 但执法不言 很少有人被罚或是被关 造成非法盗猎及走私集团的猖獗 印尼动保团体努力推广 以人工饲养代替野外猎捕 希望能及时挽救部分濒临绝种的鸟类 许多人幻想着能够像鸟儿一般 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不过因为人们的私心 害得许多鸟儿们失去自由 整天只能被囚禁在牢笼中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捕获野生鸟类 甚至叫它们去参加歌唱比赛 因为大自然中的蠢鸣有救才最动听 小乔 你喜欢马戏团吗 喜欢吗 或者马戏团就跟梦想天堂一样 吻碗来欢乐 喜欢的感觉 那如果有一天你的家里 变成马戏团的样子 你会怎么办 我家变成马戏团 这什么可能 别说不可能 在英国就有公司把办公室 装修成马戏团的样子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想知道在马戏团里工作 是什么感觉吗 赶快跟着我去英国看看吧 从外观上看 英国这家名为天使解决方案的 软体生计公司 和其他企业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当你走进这栋大楼 很快的就会发现 圆栏里面别有洞天 鲜艳的红蓝双色 是办公室的主要色调 而室内的整体风格 是充满童趣幻想的马戏团style 在这里 你可以骑着单轮车 在办公室里自由穿梭 如果上班累了 可爱的小飞匠 和威武的金刚 会在身后帮大家加油打气 大约在三四年前 公司的执行长肯特 赤字了四万英镑 折合台币约一百八十万元 将原本呆板的办公空间 改造成充满乐趣的马戏团 色彩鲜艳的马车 帐篷 各种特色家具 这里应有尽有 而且这些有趣的设计 不知好看也很实用 开会时可以坐在 在荡来荡去的秋千上 演讲时得先举步走进五颜六色的球池 活泼的设计 让严肃的气氛一扫而空 要是肚子饿了 你也能自己动手做些爆米花 童话般的工作环境 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啊 专家说自从办公室变成马戏团 不但公司业务整整日上 连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员工 也都觉得上班这件事 变得更加有趣了 真是一举数的 严肃 你看 这个是我这次去南专国小厨 人物的照片 哇 瞧瞧 你穿上原住民服装好漂亮喔 不过这张照片 好像在做什么手工艺耶 对啊 没有错 就是在做这个 哇 瞧瞧 你好厉害喔 不过 这是怎么做的 赶快教教我 你先别急 先跟我走一趟南专国小 就知道了喔 大家好 我是小记者乔乔 看看我今天是不是穿得特别漂亮 你们想要知道 这个是什么族裙的衣服吗 是不是也很好奇 这个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呢 想要知道的话 就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吧 乔乔今天来到苗栗的南专国小 出任务 看这间学校精美小巧 这边的族群可是很多元喔 包括赛夏族 泰雅族 客家人 跟闽南人 不过你们知道 今天想要的任务是什么吗 就是这个 原住民传统织布 现在来上织布课了喔 而我今天的老师就是她 号称是南专国小的织布大师 雨童姐姐 除了基本的技巧 就连静静的跳画技巧 她也是做得得心应手喔 雨童姐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雨童姐姐 你现在是要把这个红色的线线挑出来吗 是啊 可是有些的可能要往下掺 才可以变成这个东西 哦 原来如此 这个叫做挑花 挑花 巧巧 你不是要学吗 对啊 要不要来试试看 好啊 好啊 那现在该怎么做呢 因为已经挑起来了 要 这个锅要把它下去 所以要用这个代替它 对 好啊 那这个要这样插进去吗 对 走 哇 密密麻麻的线交叉在一起 除了要有好功力 也要有好眼力将红线挑出 看来织布真的不简单 巧巧 对 你学到怎么样 好难哦 真的很难吗 我们的挑花 一般都是我们进阶课程 所以比较难 所以呢 我们待会那一会 我先教你一下我们的课堂上的 不过像一般的学生 要学到挑花大概要多久 我们以课堂上来说的话 学习要到一到两年时间 所以它是一个很难的课程 那没有关系 那你要学习的话 我们就先学习基本课程 好不好 好 不过在学习基本的技巧前 先来问问他们为什么想来学织布呢 哎 那领安姐姐啊 请问这个文会叫做什么 这叫水锅文 那领安姐姐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织布的课程 因为我们在参加矮凌副的时候 看到长辈穿的服饰 特别的漂亮 所以学校开设了这个 织布社团时 我就来参加这个织布课 谢谢你 还有些同学放学 跟着哥哥姐姐来旁听 听久了变主顾 一起来上织布课呢 老师现在要教我 怎么做最基础的织布方法 小乔 你喜欢怎么颜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七个颜色 看起来就是彩虹 对不对 你喜欢彩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的彩虹出来呢 可是我们的边线 一定要有两个颜色 选一个颜色来做边线 那我就选白色好了 白色是吗 好的 这个机台叫织布机 是桌机 我们要把线上上去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知道说 我们的棒刀跟缩 还有一个中框线以及整金的 我们把尾线呢 缩拿起来之后呢 缠绕几个 几圈之后 把它缠绕紧之后 我们再把全部的线打在缩上 首先依照巧巧挑选的颜色 在机台上上线 称为金线 完成之后 在缩上面也要绕满白色的连线 这称为尾线 金尾线都上好后 接下来就来开始织布咯 先做枕筋的部分 往上挑叫1 1 对 之后呢 刀棒轻轻画下之后 把1、2线的位置分开之后 再往上回去 刀棒立起来之后 放上枕筋片 第一 就形成1 我们待会要打1、2、1、2 之后我们要上尾线 尾线呢 拉开之后呢 尾巴进来 绕整整筋片 绕一下给它 然后把它绕着 让它的线呢 能够合 好有一点 合起来密度 让它的密度更紧密一点 之后我们就进行打了 好 1、2 敲下 2 用刀棒划分1跟2 依需把尾线穿过机台就可以了 现在就悄悄上场咯 往上 穿过机台 敲一敲 哇 悄悄架十一百 实力满分 就连老师都对它赞誉有加呢 不过这些织布袋 平常会运用在什么地方呢 姐姐 那像这样子这个袋子啊 通常都会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会 老师会教我们做手链 腰带 绑头发的 还有头戴 你的这个头戴跟我的头戴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这个是男生的 你那个是女生的 哦 不论是羽童头上的头戴 或是乔乔身上的衣服 都是红 黑白 这三个颜色做搭配 这可是赛下族的主要色系 代表着热情 不做坏事跟纯洁 学校利用课后时间 教导同学们学习这项传统记忆 不但传承文化 也让学生们多学会一项技能 小小兵就是我们的风灌生 刚刚开始他学习的时候呢 他真的是没耐心 滋一滋就 因为滋不出来 他就有点想要放弃 可是我们一直鼓励他 到后面的时候 他成品一出来的时候 之后他觉得好有成就感 又继续地学习下去 织补过程虽然动作单一 但需要长时间制作才能完成作品 同学们要学会耐着性子 坚持下去才能完成 许多人也因此磨出好耐性呢 在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中 织布是族群文化象征之一 幸好有跟老师他们努力地 推广这项记忆 让学生藉由学习织布记忆 更了解到自己的族群文化 让这项文化记忆涌流传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